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司 在今次疫情当中 差不多超过一年时间 其实很多企业都想想 开源节流度过今次的难关 Felix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其实我们大约在半年前访问那次 这么快就要找他访问多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觉得他公司是一个逆时奇葩 我们上次访问他的时候 他公司有8间分店 大约半年之后 现在增加到多少间呢? 现在很厉害 现在增加到18间 即是由当初的中小企业 变成一个生意的王国 对啊 在逆时当中 大约半年多小时间 可以增加10间分店 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美思音乐的创业 Ringo Ringo 你好 Hello Ringo 你好 Ringo 上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记得你们的音乐学校 大约刚才说过 8间分店左右 经过半年的时间 现在去到18间 很多企业在疫情当中 大家都在说割资资源 割资金 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厉害? 即是疫市扩张得这么快? 嗯 先这么说 其实本身2020年 我们就已经计划 想着扩展我们公司 所以是预着干干 我自己觉得 刚巧得这么巧 我们预证疫情 大家就觉得 是否疫情 我们才去扩充业务呢? 不是的 我记得年初 当时我们的NUD那 我都说过 公司计划 2020年 我们的目标是 扩充到10间分店 事实上在 开始的时候很紧张 因为 二三月的时候 大家束手无策 突然间我本身有计划 那个计划是怎样的呢? 我们沙田是有一个扩充的 本身在疫情前 已经签好租约 由本身的一个空间 搬到另外一个大一点的 转做旗舰店 我们在业务上 甚至是想着转型的 转型的意思是 由我们教学转到有业务元素 零售业务 就去到 想着 农历年校开的 期限点 但是农历完之后 大家就知道了 就开始疫情爆发第一波 那一刻即是束手无策 怎么算好呢? 刚好遇到 既然自己想着要转型 开始加入更多元素 就在这个方向上 继续去想 会不会是 趁这次机会 加快我们这个project 推多很多不同的 音乐的产品出来 那在疫情期间 我们是向着疫情的方向去想 就真的 签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有一些可能很便宜的 一些乐器的电子琴 可以配合一些手机程式 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学 多了时间在家里玩 反而造就了一个出路 因为其实是一定有影响的 大家一定会问 疫情 一定不会有人来学习的 怎么都会落下来的 难道我们会升了就是 那这个事实 每一波疫情 我们一定是跌下去的 那个数字 但是每一波的疫情 反过来 在家里玩乐器的需求 多了 反而每一波 可能卖的乐器 譬如买吉他也好 买琴也好 其实量是多了 还有大家都会想在家里找些东西 那配合我们的产品 配合一些新的科技 譬如可以用一些程式去自学 是令到我们多了一个出路 所以反而去到后期 就比我们预期的发展速度更加快了 去到年中就已经找到我们 全年的目标 然后后期就 反而适应了疫情 令到我们更舒服的发展 因为可能有更多 租金上容易谈 发展上我们都明确了 WINGO 听起来 好像在疫情底下 直接变成 疫情是你生意上的杠杆 我想很多人都想问一问你 现在疫情下的市场状况 譬如你开新分店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现在的铺租 人工或者基里卡拉丁 不同的杂费 是不是都有很大的改变 先说租金 租金其实大家会以为 疫情是否谈租金很便宜 其实不是的 业主和我们的看法都一样 大家都希望完结了这波就完结了 所以很多时 业主反而会用一个 Stat-run的形式 按部就班去加 可能是今年我们入场 门栏会轻松一点 然后我们一谈 就谈长一点的租样 可能第二第三年按部就班 有一个合理的加幅 其实其他的集费 其实没什么分别 可能人工 去到集汉的费用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反而是租金方面 是会有的 门栏低了 但就不代表他的减幅很大 或者可能免租期长一点 花危危机 大家就会说 但真的好像Ringo那样 落实執行 应该是怎样做的 譬如你会不会有些 心得或秘诀 譬如说租铺 有没有一些技巧 就是说 疫情去到第三波的时候 把握这个机会 业主的议价空间大了 同一时间就谈多一点 就是过程是怎样做的呢 花危危机 应该这样说 凡转型就有风险就有危机 其实我们会这样想 所以其实年初的时候 我们想着转型 本身就有那个危机 所以疫情反而是令到我们更加觉得 本身我们转型都已经有一定的风险 一定要有个改变的了 疫情既然都一定是有风险的了 所以两者反过来 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是适合的 因为平时我们这个舒适圈里头 我们为什么不想转型 就是因为 怕 怕可能转型了之后 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有很大的风险存在 所以我们遇着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既然是否坐在这里 也是等死的了 那么今次我们又想着转型了 那么疫情就一个很好的timing 给我们将所有的运作 平时生意的模式 趁今次既然本身坐在这里都有风险 不如一次过转换成运作模式 所以这个我想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说本身不是疫情 我想我们真的未必会有这么进取 可能我们都会留在我们的舒适圈范围里头 都会转 但是速度未必会有这么快 因为真的要想的速度会快得多 我们可能整个运作模式 适应力都要快得多 Wingo 虽然你真的成功化危危机 但是危机依然存在 因为疫情依然相当严峻 其实会不会早前 譬如停货或限制面对面的限聚交流等等 对你的生意是否真的有影响 绝对是 我们今年那条线是 就像过山车的 四波疫情就一定是每次一爆出来就跌下去了 一停货就跌得最深的 但是我们的客户其实它们都是一班固定客户来的 我们第一波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那些客户不回来了的时候 那就没有了 但是第一波我们要明白 完结后客户是会回来的 这个过程就是cash flow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一向卖的零售 就会带来很大的cash flow 教学反过来就是sustentability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业务 如果是纯教学的话 我们看很长远 但是我们欠缺cash flow 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个VTEL的元素 令到我们公司的cash flow会稳定了很多 好了 至于每一波疫情也有个信心 因为你都会捉到 其实当解除限聚令或者复货 其实反弹是很夸张 特别上我们有些分店可能是在 大概年中有个创新高的数字的营业把 比之前更加高 因为本身我们的行业是有持续性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营业 每年一定是增长的 不跟其他的业务可能是会本身去坐下坐下 我们很稳定 譬如Base那间分店是有300个客户 其实300个客户 他们的流失率很低 新增一定是会多个流失 加上他们稳定的消费 和他们的学费钱都会有调整 所以每年我们都是向上 所以疫情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波幅 那波幅比股市更强 但是你会看到他每次反弹的一点都很确实 即客户其实是没有走到 客户仍然是存在 问题是你能不能等到 所以我觉得走出的关关就是 要令到公司健康 就要有健康的Cashflow 至于第二三波 第一二波我们已经是转型成功 其实在卖东西方面 零售方面我们也有个稳定的数字 变了去到第三四波我们就有个 适应力就舒服 多些大家公司也好 相信一下都没那么紧张 起码预测了 也都看得到什么时候会上回来 譬如好像现在 这一刻 其实我们二三月的反弹都很厉害 12月又突然降落了 但每次的疫情 那波爆你都会安慰自己 哦 最后一波来的了 今次完的了 完的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 拍展得这么smooth呢 因为每一次去到林园都会安慰自己 好了 现在是timing了 又再扛充 如果让我知道第四波 可能我都很好 因为肯定会掉下去 就是每一波一爆 如果Touchroot有第五波 我相信又会再跌多次下去 嗯 听到Ringo这么说 其实疫情他们把握了机会 不过都要有不同的适应 刚才说过了 其实你的分店在短短半年之间 由8间至18间 都是那句了 开店涉及不同的成本 譬如Jopo 又或者尤其是你做教育 音乐教育的行业 知道很多人才 在疫情期间 会不会把握机会 招聘多些人手多些人才 壮大自己的团队呢 不过这一节时间我们又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继续跟Ringo说一下 疫情当中除了把握时间 增添多些分店之后 怎样去扩充自己的团队 令自己团队的质素更加优秀 继续回到创业军事的时间 上一节和Ringo说到 疫情当中开了很多间分店 这一节都要继续跟你聊一聊 你这半年里 刚才都说到 差不多开过10间分店 未来还会继续增加分店 其实你每一间分店开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考量的因素 你怎样去选择 简单来说就是 每个地方 你怎样去选择铺位置 是觉得它带到生意给你的呢 怎样选择呢 先讲讲我们的行业 怎样去计数 我们会看的就是租金和面积是否成正比 因为我们不是完全是卖东西 卖东西就要看你当不当眼 其实我们如果租金太贵 但选择的房间是少 其实根本这条数是计不了的 例如我们计算房间消用率 按照这条数去计算 可不可以计算到租金 所以其实第一件事就要看租金和面积 是否成正比 这是第一个考虑元素 如果是合理的 这个租金能够可以选择 譬如我当某个租金选择7-8个课室 我们可以计算得到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考虑因素 至于你说在整个位置的地方 如何去选择呢 因为我们本身的18间分店 其实有不同的地段 有完全商业中心 直接上一写字楼 不是教学的地段 有的 有纯教学地段 整栋建议 或者整个商场都是教学的品牌 这个有 第三就是民生地段 纯粹是在某些住宅下的商场 三种经营模式 其实都适合我们 我们三种都很健康发展 但我们要看 那个位置我们主要做些什么 譬如好像以商业地段为例 其实它的目标对象本身就是 成年人为主 甚至上是以提供一些 比较舒适一点 或者一些advanced的课程 譬如我们新浦江为例 其实那里很明显不是学习的地方 也不算是民生地段 暂时 但是那里我们会有一个演奏场地 有一个演奏厅 可以定期搞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表演机会 以及一些赶座可以放在那里 所以那里有另外一个收入来源 好了 民生的商铺 然后我们最要选择就是当眼的位置 因为其中我们的品牌的卖点 就是整个气氛 我们都很舒服 成年人可以接受到 小朋友可以接受到 还有我们都有一些零售的元素 所以我们跟业主谈 我们都不想谈一些传统教学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譬如商场为例 如果我要去签一个教育品牌 进去的话 我们会被人搬去刊 刊仔那里 是的 但是我们会想谈 比较切 甚至上是一线当眼的位置 那你问疫情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完全零售业务 其实开始要业主 或大业主发展商 相信我们做到 都需要一些时间 尤其我记得我签的位置 是在某几间大型的食市 夹住在中间 其实这个位置 根本不可能是在琴行 或者教育品牌发生 那开始就因为疫情 我相信大业主也会觉得 退一步 让他们试一下 那我们开下去 效果真的很好 那那个feedback很厉害 尤其是他们跟着其他场 都开始找我们 希望真的尝试一下 会不会改变呢 在一线当眼位置 除了传统卖的东西 传统的食市 F&B的店铺 其实有没有机会 可以加入这些新式的教育品牌 是有一些零售业务存在的 那其实令到我们的整个 业务发展是舒服很多 因为我们找客人都容易了 其实大家一看到一个新的教育品牌 甚至上元素多了 它就会接触你 交易行业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开了都没人知道 有时候开新都没人知道 要一两年时间 大家才能消化得到 所以我们策略就是 如果是商场铺 我们希望会签一些当眼位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租金和房间比例 成正比 那如果你说本身不是商场铺 上了楼的 那就要看它有没有 第二个功能存在 就是租金赤租便宜了 那你就用一些环境去取证 可能我们提供一些 是平时商场 没有可能提供得到的 一些配套 甚至上可能是 多些的陈列展示空间 因为可能商场 我们会买一些热卖的商品 楼上铺就可能是 直接以旗艦 就会是所有代理的商品 都会摆在这里 展示了 给人去完全一个很好的体验 Wingo 你的减谱策略 令到你开新店非常之神速 但我也相信开新的分店 其实不是当吃山菜那么简单 其实由零开始 计划开一间新的分店的时候 大概需要的时间 用了多长呢 以及当中 大概预算要多少 我们去选择一间新的分店的选址地点 我想大概要用一至两个星期去做观察 例如我要进入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们用一两个星期下去看看 其实是否跟我们预测的人流 或者效果是一样的 有时候可能我们想到很美好 所以落到发觉是另一回事 所以不同的时段下去看看 其实人流是否我们所想的 如果是OK的 我们进一步跟业主谈计租金 大概再用三至四个星期左右 我签了整个合约 然后进入装修家 昨晚装修大概一个月 前前后 过两个月就可以开到新分店 两个月左右 如果以我们一个集团形式来开 其实在后期装修设计 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而且跟业主去设计 我们品牌都会化很多 因为其实有合作过 他对我们有信心 这一刻我们开分店 事实上是容易很多 之前可能要多些解释 因为我们始终是挂着教学的 所以大家想想 这个位置是否真的适合你们 现在我们资料多了 容易%了 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你们过去半年 都是公司的一个投资期 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 可以有回报 甚至有盈利 又或者简单来说 现在每间店每个月 要支出多少钱 营收状况是什么呢 我看到你都会想到 究竟昨晚首页的收支平衡位 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们近排很多分店 第一个月已经收支平衡 第一个月已经收支平衡 为什么呢 先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每一间分店之前 我们已经会做一些宣传 其实是未开业前 已经有客户的资料 实面上有些客户 已经预先预留了 他们的食堂时间 对我们有了解 所以不是我们开业才做生意 而是我们开业前 已经准备所有的东西 开业当天 其实已经有一班客户 已经准备来市场准备了解我们 第二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譬如每一间新分店 我们会搞一些嘉莲画 当作一些音乐体验 有一些音乐的播物馆展示 邀请很多人来参加一些活动 所以变成我们第一个月 反应也很好 通常正常来说 我们第一个月 已经做了Rate Even 至于有纯利的话 其实第二至四个月 一定做得到 通常暂时是分店 既然两个月已经可以Break Even 兼且可以赚多点钱的时候 所以才会吸引 未来也会计划 再开更多不同的分店 还有我记得之前 我们上一集访问的时候 也有提及到 Wingo除了去教学音乐之外 也有一些乐器 与此同时在店铺出售 会不会有多些产品 或服务都加入 未来的发展计划 会的 其实我们都相信 来玩音乐的人 他很享受音乐 其实我们觉得音乐 很有生活态度 不是纯粹一个教学生意 大家来到不应该是有压力的 应该是来享受音乐 所以我们会想多一些 生活态度的概念 例如我们来计划的M Coffee Corner 我们是一个音乐咖啡店 旅途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定期会邀请我们的一些 导师或学生去做一些演出表演 这是我们来的概念 我们希望 会在我们的品牌里有多些生活元素 有些音乐元素 另外 刚才也说过 你们店铺也会有些乐器去买 其实刚才形容过的 就是传统教班 就是一个种植的模式 卖乐器是一个打猎的模式 因为它可以帮你的货币 很快 现在其实占你们的生意比是如何 就是教学和卖乐器 和以前有没有不同 我上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 现在会不会卖乐器更加值得多 这个要看地区 譬如同纳湾为例 它不是学习的地方 事实上去卖东西 而且和教学可以是五五的 占生意比例 但是很多的分店 我想卖东西都已经占了可能有30% 大概这个数 比起我们之前 可能是差不多没有 是多了很多收入来源 所以也是不同的地点 都有不同的效果 以前可能我们想 永远就是想 只可以学习的地方才开 现在不是了 我们在数字上面 可以看到 那个地方是多人买东西的 这些地方可能规划上 便会以零售做我们首要业务 还是民生一点 本身就不会是太多人买东西的地方 那便做回教学元素 其实选择性大了 Felix 在今天的访问里面 我们看到Rinkle和他的公司 很把机会 尤其在实体店的扩充里面 在这半年都非常积极和进取 但其实在这半年 即在过去年的疫情里面 很多东西都转了网上 或网上教学 在网上方面的营销 究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一个挑战 还是一个扩充的机会 不如这样 今天谈到这里 明天再跟你谈谈 如何在网上店里面 可以做一个营销的方法 来到今天创业军事的时间 之前我们也和美斯音乐的臭盘Rinkle 聊过 过去半年在疫情当中 分店的扩充速度非常之快 由8间到18间 即大约在半年之外 或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很多的公司 包括教育平台也好 又或者零售都 都会托展网上去 用视像去教学 又或者经过网上去卖东西 对于你们来说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展过 在手机上 比如在电脑上 用APP去教学 又或者这个对你们来说 是什么方法 第一个挑战呢 当然是出路 其中我们卖的产品 很多都是会以初学者自学 用APP去配合去学乐器 作为第一次接触乐器的门槛 但用长远去看 不是真的一个长远的方案 因为学乐器 其实去到后期 包括可能是声音上面 我们都希望在现场听得到 其实网上教学 是很难说真的 听到共鸣在现场 所以整个体验是 没有现实 在我们琴房里头实体店上 那么好 第二就是 香港事实上真的是地方小 很多家企可能连钢琴都开始不摆 也都另一边去看 大家去琴行 练琴也好学琴也好方便 其实每一区都有琴行 所以大家都不会说 第一样去想 我学乐器 我就要买乐器了 然后就放在家 反而是学乐器 我去琴行去了解了 有兴趣 我去训练练习 再有兴趣 我才会再去想买乐器 但当我买乐器的时候 它一定有某个级数 所以换句话说 它也不会突然转到网上上课 但事实上 网上教学 在其他城市里头 其他国家都很流行 不是疫情这段时间 已经在转型 所以你说香港这个市场 音乐行业有什么可以做 反而是 只是这个点已经告诉你 其实长远一定有得做 反而这段时间 我们是被迫转到网上 是一个过渡期 听你说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但也可不可以跟你多一点分析 因为有些创业者 可能未必像你这样 真的开到一间实体的音乐教育店 可能他真的在网上的认识 透过可能施障 或者其他网上的认识 去教授他的音乐技术等等 会不会都可以和他分析一下 就是网上做这个音乐的教育 和在实体上去做 会不会当中各自的优势 或者缺点都有在里面 优势当然就是方便 就是网上大家 一年其实很多次 除了学音乐之外 学很多东西都在网上 很方便 但是在学音乐 在网上的设备 都会比其他东西返复很多 包括我的收音 我事前要准备的乐器 还有我又要 我的范围要很幅 因为不同 我就这样对书 甚至想用zoom zoom的话 我只是做好一些练习之后 我就可以在iPad看到了 但乐器 我们还要同时看 学生整个手形 所以那个镜头 其实就不是很近 在你面前做到的 要放得很圆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早期我们也想去推荐 但是后期我们也宁愿 被大家消化 以一些家长认为 都不是太方便 不如等疫情好些之后 回到昨晚再上 其实很多人 大家最后都选择了 这样的模式 因为其实 双方投资成本都会大 家长要做这件事 或者学生要做这件事 在家里的投资成本都很大 始终有些教学上 尤其是音乐 都是一对一的教学 在隔壁指导 是比较方便一些 因为你靠视像去的话 始终可能 有时家里不是一个专业的studio 你这些机器不会 便宜来宜来宜来 可以这样做 而且我记得半年前 我们做访问的时候 你有一个挺特别的服务 就是一个Taylermade的音乐教学服务 我记得说过几件事 结婚、彈职歌、成人等 其实在这半年期间 这个服务方面 有没有什么增长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 平时的兴趣都做不到 我喜欢做健身又做不到 这方面的服务 你们又会有些开发 有 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 整个升级音乐计划 这是什么计划 就是上年大家 没什么目的 就是学戏 学戏 但是我们大家都在想 年底会好 到时有些表演 有些比赛 有些考试 全部都没有 今年年头 我们已经做足准备 我们做了一个计划 就是由年头已经计划 到年底的一个 学音乐的历程 包括当中有些什么呢? 有一些网上的广作 如果疫情好 我们可能会变成实体广作 我们会邀请一些 教育考试机构的广师 还有我们有些教育教师 会做一些教育教学 都是可以因应疫情 我们已经准备 做一个直播的人式 用Zoom的方式 第二 我们会有一个表演 大家会害怕 如果疫情再爆 怎么表演呢? 我们接下来会增添一些设备 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直播 在我们自己的演奏场里头 去做一些直播的 学生音乐会 做一些老师的音乐会 在一些社交平台里头 去做一些现场直播 也是一个新的方式 其实从来香港都没有 昨晚做这件事 说要搞一些音乐会的直播 疫情令到的啟發 都要开发这件事了 因为如果我们去 漫无地去等 去安慰自己 在接下来会好 不如索性已经设计定 后备方案 所以都跟家长说明 如果继续一个计划 当疫情再爆 我们就用直播的颜色 不然可能有机会 去现场的大会堂表演 照顾 到最后 我们会专人帮他拍一条影片 这条影片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 英国皇家母学院也好 性三一也好 其实他们的考试 都是可以交这个影片 交影片去做一个考试的过程 所以其实到最后 他们准备的曲目 就会拍一个影片 然后交上考试机构 那我们一条龙 到最后 就会定下一个终结目标 就是帮你拍你指定的考试曲目 完成了影片 就交给你考试场地 也可以当自己的一个全年的目标 可不可以继续运作去想 即是说你有很多新的服务 伴随着很多新的分店 在同步进行 但市场其实快柄 都是得这么大的 那你怎样可以做多些不同的营销推广 可以吸纳多些客源在里面? 或者这么说 其实我们的行业 不会说有饱和 每个有人住的屋苑 其实通常会有补俱社 会有琴行的 应该这么说 但至于琴行 其实也有一定的房间 就会饱和的了 所以只不过是说 还有没有新的琴行 提供新的课室空间 给新一批的学员去学 我会这样看 所以也不能这么说 会不会有饱和 因为有些学习的地段 其实一个建筑里头 已经有十几间琴行 但其实我见大家的生意都是很好 所以其实市场很大 至于屋苑也是 我们这么久以来 我们都是看很多屋苑 都有补俱社 也会有琴行 所以我们的发展就会看 那个地方其实还有没有需要 又或者其实会不会 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音乐中心 这些都是我们目标发展的一些地方 主意会以一些民生的地段 以按照一些屋苑去想 你们音乐教育这方面 其实售卖的东西就是售卖一种服务 而服务里面 你要质素好 别人才会来购买你 你要如何保持质素好呢 CG CG要好 要优良 你分店又越来越多 请的老师越来越多 你如何可以确保 CG质素水平要坏一 还有你如何吸引多些老师 因为好像你这么说 其实香港的音乐和琴行都多 为什么我要去教琴呢 我们当我们一个平台 其实聚了一班有目标有梦想的音乐人 其实大家来我们这里 我们最基本要给到的 当然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因为始终已犯一份工作 所以我们都会以老师 希望给到足够的学生量 为我们首要的目标 那如何可以令到老师的质素保持呢 我们定期会搞一些活动 其实就好像一间学校 我们定期会继续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研讨会 好像对上一个月那样 我们试过搞过一个SWIM 是关于将来的视像考试 有什么要注意 大家导师有什么要更新 甚至有些Q&A的环节 给老师发问 定期加入老师会搞一些音乐的研讨会 确保大家的质素 也会请一些可能 年资比较深的导师 会有一些分享会 例如如何去应对某部分的学生 如何去教他们的课程 如何去定立目标 这个是其中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希望这里是一个学校 不是一个中介的公司 因为我们如果退一步 其实是一个中介 纯粹帮老师去找学生 应该这么说 但我们希望不是 我们希望是一个区 我们希望是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老师在这里 可以大家互相有交流 去确保质素 大家可以有同一个历练 除了音乐教育生意层面 我有些打band队的朋友 过往我们主要都是一些工厄里 可能租房间 之后就会练习的歌曲 但现在因为很多工厄 越来越变成商业大厦 所以令到很多band队 都少了时间去练习 你会不会有这些方面 可以帮助大家 其实我们除了教学之外 我们会提供场地租用 会给很多的老师 可能定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 可以订阅我们的场地 我们有我们的演奏场地 有我们的练习房 除了老师之外 可能玩音乐的人 他们都会多了一个渠道 多了一个平台 可以租用我们的设备 甚至现在多了需要拍摄的场地 我们也有些场地 提供给大家做一些影片拍摄 对了 Felix 我们这一节和Ringo 说了很多关于营商做生意的技巧 甚至说如何开店 何时可以有营收盈利 都和大家分享 不如说一下 我们这一节休息一会 下一节再和大家说一下 人生和梦想 好像Ringo一样 一个80号的年轻人 现在做到这么多间 锦刊的创办老板 有什么梦想要的追求 我们这一节休息下一节再谈 继续回到这节节目时间 Ringo 这一节我们感情一点 谈谈人生和梦想 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阶段 应该有不同的梦想 例如像你这样 你也是音乐教育出身 以前的梦想是什么 由一个音乐教育的老师 到现在变成一个 企业管理层 这个路程是怎样 是否有不同阶段的梦想 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 对 梦想没有完成 只有每个阶段 我相信每个阶段 都有一个目标 可能当初踏入这个行业 希望的是 这是一个长影的事业 是自己的事业 甚至上教音乐 大家觉得是一个过渡期 玩音乐就感觉上 不是一份很正式的工作 所以其实开头 当然是想证明 其实这个行业都很稳定 虽然可能大家在 联络的形式 教乐器 演出的工作 在联络的形式 但是其实它都可以很稳定 其实在早期 都过了第一关 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开始又会进一步想 有没有机会延续下去 又或者 可不可以令到这件事更加稳定 因为如果假设 有一个后面的公司 稳定一点的时候 我自己也好 教学的导师 也会看到将来 所以其实 经营琴行 令到它更有长远性 更有规模 就是下一步 其实这一刻 我相信 也算是 圆倒自己的梦想 因为上年我们的目标 就是打算抗中到10间 其实现在是 走快了 再来新的目标 当然就有新的计划 可不可以令到这件事继续 持续 或者可以与时并进 因为我们一定是要跟着市场走 可能这一刻 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都走得很前 但如果停下来 会不会 过多10年 20年 整个行业的玩法又会改变呢 所以 未来还会有很多目标 和梦想 希望持续到这个品牌 之余 令到整个行业 有一个新的形象给大家 Athina 我认识的Wingo 是一个很 Humble的人 也很友善 也很欠序 但作为百灵口 已经有18间的分店 即是一个这样的生意王国 其实对于 好像其他的创业者来说 是有机会 会骄傲 会骄傲 但是 Wingo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无论是镜头内外 也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可以保持着一种 不断去学习的心态 可以令到你自己 不要说突然飘飘型的感觉呢 或者这样说 我之前去做生意 其实我已经很喜欢去找自己 公司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我 不太喜欢原地踏步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项目背后 都没有完美 其实每次启动每一件事 每一个计划的时候 当中我们都会做检讨 去找回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改善 所以 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也好 有时候可能有个训练 就是给初创者 就是 譬如如果我要搞一个生意 都可以试一下 用一个管理者的身份 去不同的品牌 自己用你的角度去看看 其实这盘生意 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这个挺好玩的游戏 就是好像模拟人生 模拟市民那样 无需的成本 用自己的角度去想想 如果你经营这本生意 这个品牌 是你管理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走呢 你会有很多元素 所以这个我想 都是过往 我去经营自己的品牌 其中一个训练模式 我会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经营这间店 甚至上不一定是音乐的 就是可能这间快餐店 用这个餐厅去想 甚至上这个时装店 你会怎么走呢 这是很好的思考 很好的训练 我觉得 Felix形容你 就是做生意成功之处 很堪糊 很平易近人 而且就算成功了 也不会飘飘烟 其实在这件事上 会不会有一个 或一两个人是教导过你 这件事 总会有很多小叔伯 或者爸爸妈妈提醒你 啊啊啊啊 做人最重要是欠虚 做什么都是 明明成功的都说 功劳不是归于我一个的 有没有人想多谢 或者他真的教了我 一些道理 真的我觉得不生受用 或者我这样说 家人当然要多谢 因为他们都支持我走这条路 其实我家里 不是真的一个生意世界 这么少看之家 反过来 我未必会说 有一两个人是多谢 因为其实陪着我们成长 我们由一间小店 到今天的这么大规模 也算是有18间 那其实陪着我们成长的人 其实都是我觉得 需要多谢 尤其是我们 其实分店小 规模小的时候 留守到今天的所有 员工 或者同事 因为其实去到今天 就好像感觉上 有很好的制度 有很好的福利 算不差 所有的东西 但是最初 其实没有可能 大家能够将自己 投注在这间 未知前景的公司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陪着我们成长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感激 到今天 他们其实还留守 当然 大家经历了很多的经验 到今天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有没有一些学生 或者家长 亦都给你们一些很深刻的感觉 可能你们刚刚开初的时候 已经和你们学过昨天 真的又不会学到现在 演奏级了 有的 当中有很多故事 甚至上有学生 是由我们刚刚 早前就来学 一边学下去 学到今天是我们的 导师团的其中之一 很好 我常常都分享给大家 音乐是一个出路 甚至上 其实他本身真是为兴趣 但是今天变成了他的事业 一边陪着他成长 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我记得 在staff界里面 有一句说话 都挺感触的 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 反而会失去很多身边的朋友 第一可能自己的时间很忙 第二有机会 那些朋友会觉得 哇 那你现在做生意 应该都没有空理我们 等等 可能会失去很多朋友 但是当你创业一成功之后 反而个个人身边 都会走过来 去自动成为你的朋友 那会不会你也有这个感触 在里面呢? 那我又 幸好还未是 但是呢 或者这样说 因为公司小的时候 人少人少 自不然就一定上班 就会比较寂寞一些 的了 到今时有十多人的团队 齐哗哗一起去烧食 到今天公司 以过法人去计算 其实又有另一个挑战 如何去融合大家 因为可能有时候 我们都未必 每一个同事 我们会完全 经常可以接触到他们 所以这个是 来到我们下一个目标 如何去凝聚公司 如何去在家庭里面 成大家一个朋友的角色 以电波数量体 你们公司 其实现在在香港的音乐教育里面 应该已经占了一个 几肯定的职位 但是其实做音乐教育 是一个品牌建立 以及一个长远的品牌建立 就是因为你们公司的品牌 信任你们公司 可能跟小朋友来学琴 学其他不同的音乐 你们怎样再将这个品牌建立 再推上你一个高峰的位置 怎样再长远建立这个品牌 首先第一件事 我会想将整个气氛改变 因为其实教学 就永远大家觉得 是有一定的压力 音乐就是放松 两件事其实很难共存 我听音乐 我为了放松 但是当我喜欢音乐 我学音乐 可能会变成一个压力 我是想改变这件事 其实是学音乐大同的 有兴趣你就走出一步 可以去学 所以其实很多人去接触我们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理念 就是以Android音乐为我们的宗旨 所以大人小孩也好 变成一件事 有点改变这个风气 因为在香港这么紧张的城市里头 其实大家学习都很急速很快 甚至想要即时的目标 但是我们会希望是度身订造 客人想要些什么 我们希望就着客人的 一个目标去修订它的课程 譬如可能我一个成年人 我纯粹是假码的 我很喜欢某种音乐风格 我可不可以直接学这种风格 所以是一个改变整个风气 我想是我们建立品牌形象第一件事 所以环境气氛你都觉得是的 其实有时候可能加入品牌 大家会觉得 你有没有什么必要去投资这么多钱 在装修里头的环境 或者房间会不会有多少 间多少 尽量可以用尽空间 这个是跟我们相反的 我们会觉得 你来到我们这里 环境是很重要的 空间也很重要的 虽然香港寸金尺土 但其中我们都会坚持 所以我们在科学室不会太小 不会太局促 Wingo 你对未来也有很多的同景 但始终在疫情底下 其实各行各业都真的限了救命 其实教育业 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困难重重 虽然你可以藉着这个疫情底下 有个杠杆的形式 令你开了很多不同的分点 但对于其他可能同业来说 现在是一个八上加根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说话 可以大家一起去互相去面临 或者我会有一些说话 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因为其实不可以停留在舒适圈里 当我们遇到一个大的疫情 冲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 今次如何去面对呢 就是早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现在要想定 做这盘生意 或者我初次创业的时候 要想定很多的危机意识 当可能遇到某一种 再来的风险 可能爆第五波的时候 我怎样去找出路呢 我觉得这个是今次教练了我们 可能大家以前做生意 未必会想到那么多 冲出去试试 但真的有时候 那一刻只杀个措手不及 所以危机意识 我想是今次令我们学习 每一次可能走下一步 想多一点 想多一点 起码保障自己 危机意识和危机意识 因为做生意的时候 顺风顺水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 有一个好像刚才那样 飘飘完的感觉 但如果你只要保障 危机意识 提醒自己的话 面对一个情况或疫情的时候 你也有足够的 至少有足够的资金 收转了 今天和Ringo先聊到这里 这次我们就是第二次访问 希望我们下次 有第三次访问 已经重备了 分店就重备了 希望过多数个月之后 又有机会再去找你经营 有三十多间 就要再问问你 为什么在疫情之后 抗抗冲突又可以这么快 今天多谢你的时间 谢谢